网路版超级玛丽 任天堂大怒 大学三年级的乔许哥德堡 应用HTML5创造用电脑浏览器 就能玩的全萤幕超级玛丽 现在真的惹入任天堂了 哥德堡创造的网站有全新的游戏内容 甚至还可以让你自己创造关卡 开放的原始码软体 更可以让游戏加入更多特色 唯一的问题就是 网站已经侵犯了任天堂的著作权 美国国会应延长著作权保护期间到95年 让超级玛丽这款游戏的专利权 要到2082年才会失效 电玩开发者的确需要著作权的保护 但近百年的专利权保护期是不是有点夸张 不过到目前为止 哥德堡的网站还是能玩哦 留言告诉我们吧